- 离开高雄之后,我们本来是要去台北,不过未来岳父的一通电话,就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行程,我们立刻乘火车向彰化进发,台铁便当啊,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说过,我实话实说,台湾的这个台铁便当,真的是吊打我儿时记忆里,绿皮火车上的那些河半,沿途的风景,又像极了福建这个地方,十二是铁,十二是山,老婆和我介绍了一路她的家乡,让我要做好心理准备,因为彰化不比高雄和台北, 她的家乡,只有许多花花草草,还有很多的水果,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,张周,一个半小时之后,我见到了我的未来岳父,我下巴都差点掉到地上,我小时候看了台湾电视剧里,呈现的社会风气都比较热解,大家都知道,就是那种手臂上面有很多花花绿绿,很酷的那种大哥,我闹海里岳父的形象应该是那样,跟眼前这个白白胖胖,头发还烫着复古佛祖卷的男人,我真的无法联系到一起,甚至他的亲切都让我 有一丝紧张,因为我想到了,你不要看我好好先生哦,我们的第一顿吃的是彰化肉丸,据说这玩意儿还分南北,跟福建的肉丸是两回事,它倒是有点和客家的玉包有点接近,但又不完全是一个东西,紧接着啊,未来岳父和我介绍着他的想当年,当然没有少问关于你小子的问题,至于会不会抽烟喝酒,这种非常小儿科的问题,太道仅仅浅问一嘴,用他的话来说,这并不影响,第一眼就感觉是你这小子没错的印象,但接下来的一句, 诶,一彎一肚子有嘴鼻吼,是绝对不可以拿掉的,我是差点把嘴里的啤酒都喷出来,虽然我没有见岳父的经验,但电视剧里也没有这么演过,这台湾岳父的思维这么跳脱了吗?诶,那一晚回家后,我跟岳父彻夜畅聊,甚至有了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,从工作,从婚姻,从创业,还有娱乐,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岳父这样说道,台湾哦,在经济好的时候,钱哦,我拿来擦鼻涕哦,我都嫌出了, 但现在讲这句话,倒是有了几分自嘲的感觉,诶,他也不断的说着大陆青年跟台湾青年的差别,一开始我是无感,那直到第二日,我才眼见为谁,而那晚发生了一件事,让我失眠了一夜,这也是台湾给我的第一大惊喜